这个故事的名字叫 别墅中的魅影 周冰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城市倚族 靠着那微薄的薪水勉强度日 经常被催交房租的房东啊 追的他就像是一只鸵鸟似的四处的乱躲 这房租是他任常生活当中最大的一项开销了 几乎花去了他大半的薪水 他做梦啊 都希望着能再住上免费的房子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个自称 网络乞讨地的朋友 这个人创办了一家名为 行行好吧的乞讨网站 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网络乞丐 在他的网站上开设网页乞讨 每个人都巧舌如簧的 把自己的身世说得凄惨无比的 以博夺人情 每天只要坐在电脑前面 轻轻地敲几下鼠标 敲敲键盘 就会有钱入账 而且还不会暴露真实身份 所以这东西可以顾全 乞讨者的脸面 这媒体上不时地曝光 网络乞丐一夜致富的新闻 更是让周冰心潮澎湃 于是他也开设了自己的乞讨网页 在网页上留下了银行卡号 这天啊 一个没有透露姓名的善心人 在周冰的乞讨网页上留言说 你好 我是一个想帮助你的人 我以前也有一个一无所有的乙族 对你现在的遭遇感同身受 我目前已经出国定居了 但是在这个城市里 还有我一套房子 我并不打算把它卖掉 因为回来探望亲朋的时候 我还需要一个落脚点 只是由于现在的社会治安 并不令人放心 所以我希望你能帮我看房子 使他免遭小偷的光顾 当然我不会让你白白地付出劳动 你可以免费住在这套房子里 这样你就不用花钱去租房了 而且我每年会给你回来 三万块钱作为酬谢 如果你愿意 请把你的联系地址发给我 我会把房子的钥匙寄给你 后边还写着一个电子邮箱 周冰被这个不知名的好心人 感动的热泪盈眶啊 他把自己的联系地址 一并发给了对方 一个月之后 周冰果然收到了一封邮件 邮戳上的寄信地址 是澳大利亚 里边装着一把钥匙 还有一张纸条 那纸条上写着房子的地址 他心花怒放地叫来了两位 也是网络乞丐的铁哥们 林飞和孙永三个人一起去看房子 这房子是位于郊区的一栋两层别墅 装修豪华 令人犹如置身于星级宾馆当中 孙永看完了房子 伸手一拍周冰的肩膀 充满了嫉妒地说 行啊 你小子居然走得狗屎去了 天上掉下大馅饼 把泥给砸中了 见着别墅面积很大 兴高采烈的周冰很大方地 让林飞和孙永也住在这套房子里 三个人各住一个卧室 晚上十一点 警惕的林飞巡视了房子里的客厅 检查了大门和窗户 然后他关了电灯 躺在床上睡了 可是不知道过了多久啊 他听见了一阵轻微的脚步声 脚步声把他吵醒了 他睁开眼睛啊 看见一个蒙着脸的黑色人影 就好像幽灵一样 无声无息地立在那黑暗当中 这个人是谁 他分明感觉到那个黑影 正阴森地盯着自己 那双像狼一样的眼睛放射出绿光了 而且脸上似乎还带着凝笑 林飞浑身都冒出了冷汗了 他瞪大了眼睛开口就问道 你是谁啊 那个鬼影般的人影一眼不发 突然开始移动了 而且一步步地向他逼近 他临危不乱 立刻跳下了床 就在他身形刚刚移动 那黑影挥起一根铁棍 猛地就向他砸了过来 林飞轻声变味 纵身躲过了扑来的身影 他使出了跆拳刀的招式 抓住了那人露出的破绽 飞起来就是一脚 重重那人背部 那黑影没想到林飞伸手不凡 被踢了一个猎去 痛苦地闷哼了一声 目露胸光转身一根恶棍 狠狠地又朝着林飞的脑袋上 打了过去 林飞侧身一闪 伸手一抓 紧紧地抓住了那条 握着铁棍的手臂 然后把那黑影的手臂 猛地磕在自己的膝盖上 打落了铁棍 正要用力将那鬼影子 拉起来的时候 突然间那双手反手一扣 抓住了林飞的右手 猛地一拽 呼的一下 就把他的身子凌空拉起来 向墙壁上摔了过去 这千军一发之急 林飞在身子即将飞出的一瞬间 用左手从一兜里取出了一把水果刀 快速地插入了蒙面黑影的肩膀 那黑影惨叫了一声 抓着林飞的手 顿时就松开了一些 林飞抓住这个机会 他挣脱了那双手 身子一缩落到地板上 紧接着他就地一滚 滚出去了五马外 像是一只狸猫一样 无声无息地浮在地上 他屏息静气 仔细地倾听着 倾听着那个黑影的动静 他听见黑影当中 似乎传来了一阵轻微的声音 很快就消失似的 黑影没有再向他进行攻击 难道那个黑影已经走了 他捏手捏脚地站起身子 从口袋里摸出了打火机 鬼火一般跳跃的火苗 勉强照亮了房间 此时林飞的脸上 却突然出现了恐怖的神色 突起的眼睛一直盯着地板 他仿佛 被鬼魂一下子掐住了脖子 这吼弄 发不出是任何声音来 因为他看见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正无声无息地站在自己的背后 只有半米的距离 林飞的头皮发麻 真正的血液几乎都要凝结了 一道闪电划破了夜空 他看清楚了眼前的情景 一个黑色的影子 无声无息地 就站在自己的身后 那个人披着一身灰黑色的衣服 尖尖地竖起衣领 几乎遮住了他整个脸 林飞刚要将手里边的打火机 扔下黑衣人的头部 突然这个熟悉的声音 从那灰黑色的衣领下传了出来 林飞 是我 孙勇 林飞感觉到非常的意外 孙勇神情慌张地说 我刚才睡不着觉 就去找周兵聊天 可是我发现他不见了 我急急忙忙地就过来找你 就听到你的房间里边 传来打斗的声音 我摸进你的卧室 但是卧室里边漆黑一团 直到你点着打火机 我才看见你 周兵不见了 一种不祥的预感 历史涌上了林飞的心头 他狂奔到了周兵的卧室门口 用力地推开了门 卧室里空无一人 周兵仿佛从空气当中消失了一样 林飞 去试了一下别墅大门 大门依然从里边反锁着 各个窗户外边都安装有刚制的防盗网 周兵也不可能从窗户翻出去 林飞搜查了全部的房间 仍然没有找到周兵 那周兵究竟去了哪呢 林飞仔仔细细地观察着周兵卧室的每一寸地方 这卧室里带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 林飞在卫生间的地上发现了一把牙刷 牙刷上还沾着牙膏的泡沫呢 林飞顺着牙刷左边的地板去看 只见那白色的泡沫若隐若现的 通往墙角的木质板下 他心头一领 推转着周兵是正在刷牙的时候被人打昏 然后拖到墙角 周兵拿着自己的牙刷的手上沾着泡沫 因此会在地上留下痕迹 他立即扶下身子 用手敲了一下墙角的木地板 却听见了空洞的声音 他用手指抓住了地板的缝隙 一次地往外拽 六块板被他陆续地拉出地面 下边竟然出现了一个黑漆漆的洞口 地道 林飞和孙勇瞪大了双眼 几乎一口同声地喊出来 没想到啊 这房间里竟然有一条地道 这地道下边隐藏着什么呢 林飞的眼睛向里边张望着 除了漆黑 他什么也看不到 只感觉到一股阴冷的空气 从里边扑过来 还有一股古怪的味道 就像是一句此诗上透出来的怪味 周冰会不会在地道里呢 两个人钻进了地道 一股阴冷的寒气 立刻就将他们给包围了 林飞走在前边 用打火机照着前边的路 孙勇心惊胆战地跟在后边 他不时地回头向黑暗里望望 他生怕会有什么诡异的东西 无声无息地跟在他的后边 两个人一步一步地 越走越深 越走越黑 突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就在耳朵边上响起来了 那空洞 传来阴森森含糊不清的 说话的声音 究竟是人还是鬼 在前面 在后边 在头顶上 还是在哪 他在说什么 听不清楚 就像是地狱里边的冤魂 在凄厉地哭泣 令人毛发倒数 是不是已经混在两个人的中间了 林飞忽然之间惊叫了一声 声音在洞里反复地回荡着 他的身子猛然就是一阵 手中的打火机叼在了地上 立刻就灭了 他在黑暗当中 提心吊胆地站在了原地 双腿好像钉在了地上似的 僵硬得如同是两根棍子 一步也迈不出去 过了一会儿 他刚弯下腰把打火机拾起来 那种缥缈的伤筋又响了起来 似乎就在他的身后边 他立时感觉到 后背冷嗖嗖的 自己的心脏猛地就收缩了 上半身有一种飘起来的感觉 当他再次地打量打火机 牙齿忍不住地咯咯只打颤 只见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在他面前的半空当中 就好像鬼魅一般无声无息地左右飘荡着 他战战兢兢地举着打火机仔细一看 本身就如同是五雷轻轻 一股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就好像是电流似的穿透了他的全身 因为他看见周冰面对着他们被悬挂在一根粗大的铁丝上左右的摇摆着 他的肚子左侧被割开了一个口子 就像是一个血红色的洞 透过口子向里边望 里边的内脏器官都不见了 而那血洞还在炯炯地流出一股股暗红的血液里 他的眼睛仍然圆睁地 向下阴森森地盯着林飞和孙勇 周冰 林飞和孙勇心胆剧烈 泪如雨下地呼喊着 但是周冰的身体早已经是一片冰凉了 他死了 林飞呆若目击 正不知所措呢 突然从黑暗当中伸出了一只白花花的手 死死地抓住了他的脚 他魂不附体 身子一转就瘫在地上了 他感觉那只手湿漉漉的 就好像是一条蛇 过了一会儿 他硬着头皮用打火机一照 只见自己的脚旁边的纸箱子下 蜷缩着一个被绳子捆着手的男人 这个男人的嘴里边塞着一团麻布 他不能开口说话 他只能发出呜呜呜的声音来 不停地摇晃着脑袋 向林飞投来求救的目光 原来地道当中的怪声就是他发出来的 孙勇壮着胆子走过去 他取出了他嘴里边的麻布 那个男人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很显然他是被逼坏了 他松开了手 你是谁啊 这怎么回事 这他妈邪门了 我到现在还没弄明白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那个男人哭丧着脸惊魂未定地说 我叫王强 是一个网络乞丐 一个多月之前 有一个人在我的其他网页里边留言 要我帮他看房子 而且每年还给我三万块钱 昨天我收到这人寄过来的钥匙和地址 我就乐不可知地住进了这别墅里 可谁知道 当天晚上我在卧室里 被一个突然出现的黑影打晕了 直到你们进入地道之后 我才醒过来 发现自己被捆绑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道里 所以急忙地向你们呼救 喘息了一会儿又说 快给我解开身上的绳子 我们得赶紧逃出去 否则就来不及了 林飞听了之后 心里边犯起了一阵寒意 眼前的王强也是个网络乞丐 那个留言的神秘人 为什么要将他们骗到这诡异的房子里来呢 他悲痛不已地问王强 你知道 杀害了挂在铁丝上的周兵吗 王强一脸茫然地摇了摇头 我一直在昏迷当中 知道你们进来我才醒过来 所以我没看见是谁啊 林飞解开了王强身上的绳索 告诉了他自己和孙勇的姓名 然后三个人决定马上返回到地面报警 孙勇走在前面 他先爬出了洞口 林飞扶着王强走在后边 王强忽然附在耳朵边上对他说 刚才孙勇在这儿 我没敢说实话 因为我害怕他上我灭口 其实 凶手杀死周兵的时候 我已经醒了 但是凶手没有一点的察觉 他提着一个照明灯 所以被我偷偷地看 请出了他的相貌 他就是孙勇 我看见他拖着被打混的周兵 亲出了提刀 然后取出了一支阻射器 往周兵的体内注入了麻醉器 再拿着一把小小的手术刀 割开了周兵的肚子 取出了他的内脏 简直就像是一个来自于地狱的魔鬼 孙勇很可能就是一个人体器官的倒卖分子 他以故人看房子做诱饵 把我们骗到这儿来 作为他获取人体器官 莫取暴力的贡品 王强的话就好像是一阵滚雷惊的林飞 冷汗直流 他吓得一个猎去 用手抓着王强的肩膀 才勉强地站稳了身子 他战战兢兢地说 我也一直怀疑他是幕后黑手 但是没想到 他竟然如此的阴险带毒 咱们得齐心心力地把他制服 交给警长 就这么办 他不让我们活 咱们就给他来个鱼死王婆 钻出地道之后 孙勇进入自己的房间拿手机 林飞跟王强使了个眼色 立刻就跟了出去 俩人出来之后 王强端来了两杯水 递给林飞和孙勇 安慰地说 先喝点水吧 天无决人之路 我们一定会想到办法的 孙勇伸手接过了水杯 正要准备喝 猛然之间 林飞一下地飞身跃起 把孙勇死死地压在地板上 用一把寒光闪闪的水果刀 抵住了孙勇的脖子 孙勇动弹不得了 骇人失色 林飞 你他妈干什么呢 你疯了 我说孙勇 林飞冷笑着说 孙勇 别他妈演戏了 你就是杀死周兵的真正凶手 杀死周兵之后 你编出了一套谎言来骗我 但是没有想到被我发现了 下面的地道 我可不是任你玩弄的傻瓜 孙勇为了活命 趁林飞说话之机 猛地推开了 架在脖子上的水果刀 踏起来就跑 林飞反应神速 他扑上去之后 一刀刺入了孙勇的背后 孙勇发出了一声 凄厉的惨叫声 他就像是木头一样 此刻 他像是疯了一样的野兽 用手残忍地 拔下了忍红的匕首 反手一刀又刺住了林飞的腹部 林飞独闪不及 惨叫一声 也倒在了地上 孙勇也坚持不住了 倒在地上 对王强叔不停地喊道 王强 救命 而王强的嘴角突然泛起了异常阴森的笑容 臭 笨蛋 没有人会救你的 实话告诉你吧 周冰是我杀的 我就是网络乞讨地 其实我的网站只剩一个钓鱼网站 钓的就是你们这些想要不劳而获的家伙 你们活在世上 你们活在世上也没有什么价值了 把你们作为提供人体器官的供体 是再适当不过的事情啊 原来王强杀死周冰之后又想对林飞下手 不料偷鸡不成反食了一把米 他为林飞的水果刀刺伤 急忙地逃入了地道当中 伪装成了一个受害者 刺激挑拨离剑 使他们自相残杀 而林飞和孙勇果然上当了 然而王强笑声未决 倒在地上呻吟的孙勇 突然像一头豹子一样 敏捷的一个扫堂腿 把王强扫在地上 本已经死在地上的林飞也飞身跃脊 把王强死死地扣在地上 将他给绑了起来 你 你没死啊 哼 我差点就上了你的当了 你说孙勇是真正的凶手 但是你做梦也没想到吧 我刚才假装站立不稳 用手扶你肩膀的时候 我看到了你露出一丝痛苦之色 我就知道你的肩膀上一定有伤 真正的幕后黑手是你 你杀死了周兵之后 又想对我下手 但是被我的匕首刺伤肩膀 因此躲进了地道 我推断你在撒谎 目的是挑拨离剑 让我们自相残杀 为了让你亲口说出事实的真相 当孙勇进入卧室取手机的时候 我跟了进去 和他悄悄地商量了一个假装重计的办法 引你上钩 林飞说完 从腹部的衣服下取出了一块厚厚的海绵 孙勇也从背上的衣服上拿出了一块海绵 一下扔在了地上 水过刀上的鲜血 不过是他们事先涂在海绵里的一种 红墨水 然后 两个人打了电话 报了案 好了 这就是别墅中的 魅养的故事